第184集 继王妃于世 一想到自己没有子嗣 再想想杜大山一家 心里暗恨 她没有的 风铃儿也不配有 且说杜大山回到卧房 就看到杨氏 灯下做绣活 赶紧伸手拿过杨氏手里的针线 道 今天这么累 你不好好休息 还绣什么呀 再者王府里有绣娘 你还费什么眼睛绣花呢 杨氏见丈夫来了 柔柔酸涩的眼睛 笑道 我这不是睡不着 绣绣花等你回来 怎么会睡不好 杜大山诧异 身体不舒服 身体没事 这儿子成亲了 原本以为可以放心了 可又担心 小夫妻两个日子过不好 杨氏微微叹息道 他也知道这样不好 可就是放不开 杜大山呵呵笑道 儿孙自有儿孙福 与其操心那些没有隐的事情 还不如多想想 给七妹准备嫁妆 那李锐功课不错 这次很有可能中举 估计今年亲家就来提亲 明年估计就要成亲 这七妹成亲可没有礼部帮忙 都得我们自己操持 杜大山想得很简单 既然心里放不下 那就找点事情给杨氏做 一忙起来 就会忘记之前的事情 了解杨氏 莫过于杜大山 果真在杜大山说完之后 想想也是 杨氏点点头道 你说的是 七妹从小就懂事 我就偏疼这丫头 这嫁妆绝对不能少了 不能亏待七丫头 以前杜大山不在家 杜狼要跟着他下地干活 七妹留在家里照顾八郎和九妹 因为杜婆子在家里 所以七妹没少被杜婆子打骂 七妹性子弱 和小时候被杜婆子打骂 有很大关系 杜大山自然也知道 七妹的乖巧 虽然没有对杜九妹那么疼爱 但也是她闺女 嫁妆绝对不能委屈了 以前广陵王府的好东西 杜大山不敢觊觎 但现在光九方的收益 每年就可以赚十几 二十万两银子 以后扩大规模 赚的就更多 所以女儿的嫁妆 一定要往后了赔 好了 现在有事情做了 就不要想五郎和公主了 他们小夫妻 有什么事情会自己处理的 杜大山劝解道 好了 别说了 咱们也累了一天 赶紧休息 明天一早 儿子儿媳妇还要进茶呢 杨氏经过丈夫的开导 也不再纠结了 西灯睡下 没有心思的杨氏 很快进入梦乡 杜大山给杨氏 咽咽背脚 长舒一口气 闭上眼睛 刚才他去看了父亲 已经喝得醉醺醺的 嘴里念叨母亲 风铃儿的名字 杜大山不得不再次感慨 父亲真是个痴情种 他自愧不如啊 他从来没有看到喝醉的父亲 自为广陵王 父亲不光要面对 家里不喜欢的女人 还要面对来自外界的各种算计和阴谋 这样的父亲 表面坚强 其实内心十分脆弱 只是适折以矣 只有珍惜活着的人 杜大山以后决定更加孝顺 这个重情重义 绝世无双的父亲 一日一早 静怡公主从杜武郎的臂弯中醒来 迷蒙的大眼睛 看到了杜武郎的胸脯 想起来昨日两人甜蜜猛浪 顿时红了脸 闭上眼睛 杜武郎平日离奇得很早 不过昨天晚上喝了酒 而且经历甜蜜狂野的洞房花烛 略有疲惫中 眉眼中透露出兴奋之色 还疼吗 杜武郎问道 伸手往下摸 静怡公主赶紧拉住杜武郎的手 道 不 不疼了 一听到不疼 杜武郎的身子变得紧绷 侧身压着静怡公主 意识到杜武郎的转变 静怡公主赶紧两手抵着杜武郎的前胸 不行 还要给公婆敬茶 想着再次春风一度的杜武郎顿时不敢继续下去了 松懈下来 侧身趴在静怡公主的身侧 贫富身体的躁动 静怡公主小心翼翼 面色羞红 不敢乱动 但又觉得这样 会不会让杜武郎不高兴 小心翼翼问道 夫君 杜武郎揽过静怡公主 轻声道 以后日子长着呢 我们起来吧 一起去给祖父爹娘请安 好 静怡公主见杜武郎很贴心 也很高兴 以后都这样和和美美就更好了 穿戴整齐 小夫妻二人一起前往正堂 为了表示郑重 广陵王府的人早早等在正堂了 不光杨氏准备了贵重的礼物 那季王妃于氏小于氏也准备了价值不菲的礼物 若是换成其他家的姑娘 季王妃于氏和小于氏不光不会给如此贵重的礼物 反而还会在心腹敬茶的这一天给点难堪 让心腹下不来台 可今天的心腹不是别人 而是静怡公主 杨氏是断然不会给静怡公主脸色看的 那季王妃于氏小于氏如果不想得罪静怡公主 那也得小心翼翼 毕竟静怡公主身后可是有皇上和皇太后做靠山的 皇上日理万机 或许没有时间管这些家常里短的事情 可皇太后别看年纪大 那手段可是高明得很 若是静怡公主告状 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五郎少爷公主来了 下人们汇报 不一会儿 小夫妻走了进来 广陵王继王妃于氏坐在上尾 紧接着是杜大山和杨氏 下面则是小于氏和杜梁 后面是杜八郎杜七妹杜九妹 以及杜元二杜骏 只是今世的杜骏 没有色咪咪的看着静怡公主 而是有几分魂不守舍 面上几分焦急 不过今日的焦点是杜五郎和心腹静怡公主 所以大家都没有发现杜骏的异常 杜五郎静怡公主跪在蒲团上 给广陵王磕头道 祖父喝茶 接过两人端过来的茶水 广陵王各自抿了一口 道 起来吧 往后你和五郎要和和睦睦 家私已成仙泽 实为大善 静怡公主见广陵王提到子嗣 本就羞红的脸更加红润了 道 多谢祖父 本来静怡公主不需要磕头的 只需要屈膝行礼便好 但静怡公主不愿意如此 想以普通孙媳而习行礼 广陵王送上一个红蜂子 里面有两万两银票 给小夫妻俩留作零花钱 赶紧扶起公主 广陵王看向杜五郎 提醒她扶着公主 公主弑君 给她下跪行礼禁察 已经是天大的体面 她不能再接受静怡公主的叩拜 杜五郎系统地学过各种礼数 自然知道静怡公主再叩拜的话 与理不合 再者 公主作为金之玉燕 为了她 不住公主府 反而住在王府 又给祖父下跪 这已经给了她天大的体面 静怡公主为她着想 她不能不关心静怡公主 公主 起来吧 杜五郎面带微笑 轻柔扶起静怡公主 静怡公主顺势起来 事情点到为止 之后给继王妃于事行礼 这一次只是屈膝行礼 不是什么人都值得她下跪的 之所以对广陵王如此尊敬 是因为她从小 在皇太后身边长大 听着太后 讲了很多广陵王的事情 这样一个重情重义 顶天立地的老人 值得她一跪 继王妃见静怡公主 并没有像给广陵王的那样行礼 行礼非常不爽 但她半点也说不着静怡公主 谁让人家弑君 她只是个臣妇呢 继王妃于事 皮笑肉不小 接过茶杯 抿了一口 让人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副头面 给了静怡公主 笑道 以后是一家人了 有什么想要的 或者不是的 都可以来跟我说 祖母定给你办得妥妥的 静怡公主听了 温婉笑笑 道 多谢王妃 继王妃于事 见静怡公主 不愿意称呼她祖母 就知道这静怡公主 是主义症 不是好糊弄的 更别说拉拢了 接下来是杜大山 杜大山跟广陵王的做法一样 给个红封子 里面是一万两银票 杨氏作为婆婆 准备特别充分 给了静怡公主 皇城附近 一个带温泉的庄子 那庄子有山有水 很适合酿酒 是杨氏买来 想给渡五郎酿酒用的 酿酒之余 泡泡澡也很不错啊 你们两个好好的 杨氏简短的一句话 包含了浓浓关切 静怡公主 再次恭敬屈膝行礼 道 多谢母亲 儿媳定会好好的 收完长辈给的礼物 静怡公主 开始给下面的弟弟妹妹们 准备见面礼 杜妻妹的见面礼 是四匹十分难得的 男仪共景 只有皇室有 杜酒妹得到了一副 上好的珍珠头面 整整九九八十一件饰品 渐渐是精品 杜八郎得到了一套 上好的文房四宝 都是有来历的前朝古董 出自民家之手 至于杜骏的一套文房四宝 这比杜八郎的差很多 但表面看去差不多 最后杜圆儿 也是一套头面 点脆的发饰 总共四四一十六件 也算是精品 不过对比杜酒妹的那份 就要落下城了 静怡公主了解了广陵王府的情况 自然知道亲书 不能拿远房的妹妹 跟丈夫嫡亲的妹妹相比 杜七妹杜酒妹得到这么好的东西 很是高兴 纷纷感谢道 多谢大嫂 一番浸查下来 静怡公主略有劳累 毕竟昨夜新婚 出今人事 两腿之间很是疼痛 一时间静怡公主的额头上出了汗 褪去心腹的羞涩 面容略有疲惫 杨氏是有这样的经历 自然知道现在心腹并不舒服 温和道 这已经敬了茶 家里没什么事情 五郎 陪你媳妇回去 好好休息 想吃什么 想用什么 尽管说 跟静怡公主 有了亲密接触之后 杜五郎对静怡公主 更多了几分心疼和喜爱 道 多谢娘亲 在众人戏谑的目光中 静怡公主羞涩地低着头 被杜五郎带回了新房 昨夜没有好好休息 两人吃了一些东西之后 便相拥而眠 静怡公主有点不适应 但也贪恋 杜五郎温暖的胸怀 不一会儿 便进入香甜的梦乡 在皇宫里 静怡公主 虽然有皇太后疼爱 黄伯父的恋爱 但都没有家的温暖 从今天起 她有自己的家了 将来会有自己的小孩 她要好好疼爱 自己的孩子 让他们有个温暖的家 就在杜五郎 静怡公主离开之后 杜骏要以和朋友 探讨学问 便急急忙忙离开了 临走之时 还带上了屋里的两百年份的人生 原来这几日 天气骤冷 刘灵儿身子弱 染上了风寒 杜骏得知 轻易问药 每日都要去看看 昨日杜五郎大婚 杜骏没法过去 所以一直焦躁不安 现在礼数完了 杜骏再也忍不住了 急急忙忙赶出去 实在是不放心刘灵儿 杜骏有时候 自己都不明白 为何对刘灵儿 如此上心 可能是刘灵儿的身世 也可能是他 喜欢上的刘灵儿 每次看到他 独自垂泪 他都想帮他 逝去眼泪 小鱼 事件杜骏 如此着急学业 很是高兴 儿子上进 说不定三年后 给他考个状元回来 男人杜梁 小鱼是这辈子 都指望不上了 只想这儿子 能够给他 证个告命回来 让他在那些 看不起他的 那些人面前 嘚瑟一番 小鱼是根本就不知道 杜骏到底是做什么的 若是让他得知 一个杜骏 为了一个女子 荒废了学业 估计连杀了 刘灵儿的心都有了 若是平常 杜远儿 或许会有所警觉 但这段时间 他专注于 如何讨好静怡公主 所以想了不少法子 知道静怡公主 喜欢诗词 故而也写了 自以为非常好的诗词 准备找静怡公主评鉴 至于杜骏的父亲 杜梁 只要有银子 就会出去吃喝玩乐 根本就不管家里的事情 杜骏就这样 在家人的忽视 广陵王命人遮掩之下 跟刘灵儿 愈发感情深厚 杜骏到了 刘灵儿的住处 门口的婆子 一看到杜骏来了 欣喜不已 但却苦着脸 道 杜少爷 这刘姑娘心思重 不吃药 这人又比以前消瘦了 杜骏一听 刘灵儿不吃药 心里着急 大步跑了进来 便看到穿了一身白色衣服 以窗而坐的手术女子 要想翘 以身笑 白衣女子 更能体现出 刘灵儿的清零气质 就像不吃人间烟火的仙子一般 杜骏看着 刘灵儿的侧影 心里又暖又色 这么好的女子 为何有如此可怜的身世 刘灵儿在世上 已经没有亲人了 她想成为刘灵儿的亲人 一辈子照顾刘灵儿 灵儿 为何不好好吃药 杜骏走上前 轻轻抚摸刘灵儿的俏脸 刘灵儿色缩 后退寸许 躲开杜骏的碰触 道 一个人孤苦无依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一死百了 免得拖累人 杜骏一听 急切道 灵儿为何说这样的话 你我虽然认识时间不长 但我的心思 你难道半点不知 刘灵儿抬起头 两行亲类 从刘灵儿水汪汪的大眼睛流下来 不失粉黛的俏脸 苍白略带绝燃 道 我知又如何 不知又怎样 冰雪聪明的刘灵儿 知道若是在这里一直下去 就会成为她的外事 所以现在非常矛盾 杜骏握住那双冰冷的雪白小手 道 灵儿 你现在身体不好 好好养身体 等你养好了身子 我就接你进府 只是要委屈你了 不能明媚证据 刘灵儿苦笑 道 我一个孤苦女子 根本就不敢奢望 能成为你的妻子 只想着 能够见着你就好了 这些我都明白 可 可就是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 要给人做妻儿 杜骏虽然很难受 但人就没有失去理智 母亲绝对不会让她娶一个平民姑女为妻的 她能做的就是让她为妾 给她一辈子衣食无忧 灵儿 我心里有你 我会好好疼你的 请你相信我 相信我 杜骏说的情真义切 紧紧抓住刘灵儿的手 好好吃药 好好养身体 你如此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你不心疼 我还心疼呢 刘灵儿心里略带宽慰 虽然没有听到豪言壮语 但杜骏的保证 也让她卸下包袱 端起药碗 喝了几口下去 苦似的药味喝了下去 一丝残渣留在唇边 但一点也不减 刘灵儿的美貌 杜骏坐在刘灵儿身边 紧紧拥着她 道 等你身体好了 天气暖和 我带你出去踏青 刘灵儿一听 眼睛一亮 不相信问道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所以我不在的时候 不要多想 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 我们才能 长长久久地在一起 杜骏笑道 昨日我五郎哥成亲了 这几日很忙 所以才没来看你 你千万别怪罪我 否则我睡不着 吃不香了 原来如此 刘灵儿乖巧点点头 只是你有什么事情 不能来 能否让人给我捎个信 这样我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我已经没有亲人了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所以不希望你出事 得到刘灵儿的关心 杜骏自然很开心 应道 好 以后定会 让人来通知你 我给你带了人参 待会让下人顿了鸡 给你补补身体 好 都听骏狼的 刘灵儿羞涩到 改了称呼 杜骏见刘灵儿软化 并且对她产生了爱慕之心 欣喜若狂 距离抱得美人归 又进了一步 三日后 静怡公主回门 杨氏一早就准备了很多礼物 让杜武郎带上 公主的娘家 就是皇宫里的太后和皇上 孤儿送的东西 不光珍贵 还要用心思 让太后和皇上 感受到广陵王府的用心 到了皇宫里 太后早就等着了 命人摆上 静怡公主 杜武郎喜欢吃的糕点 等到静怡公主进来 皇太后 见静怡公主 面色红润 夫妻二人 眉眼之间 还有情意 终于放下心来 道 武郎 我把静怡 交给你了 不用我说 你也看出来了 静怡是个 非常懂礼术的 善良女子 你可不能欺负静怡哦 杜武郎连忙起身 恭敬保证说道 回皇祖母 武郎不是饱毒师叔之人 也不是风流倜堂之人 除了是广陵王的孙子之外 会酿酒之外 再也没有配得上公主的 唯有一片真心 一生一世 一双人 给你了